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互相垂直的虚线来表示打印范围 这样我们就能确定到底打印出来需要多少张纸 好 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打开第八张打印设置练习 把工资表缩小是两张A4纸可以完整的打印出来 那么我们打开工资表 打印之前我们首先要预览一下 预览之后就会出现虚线 帮助我们标示打印范围 预览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我们可以通过拆担栏 在这里把打印预览勾选上 把工具调出来直接打印预览 或者你可以点击文件 点击打印都可以 这里已经是打印预览了 已经是打印预览了 好 我们点击这里的回去的箭头 或者按ESC回去 那大家仔细看这里已经有虚线了 这就是我们的页编剧 这就是我们的页编剧 这是横的 这里可能不太明显 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把这些数据放到我们的打印范围内 所以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列宽 列宽 让这些数据都能显示 大家看现在已经进来了 我们再来预览一下 我们ESC先退出一下 我们选择一下吧 选择一下我们的这个要打印的数据 要打印的数据 我们再来预览一下 大家看现在已经有了 现在已经有了 共两页啊共两页一页两页 那为什么只有选择数据之后 这里才显示呢 这是因为我们设置的打印范围 大家看打印选定区域啊 如果你选择的是默认是打印活动工作表啊 那你这里就根本就不用选啊 直接这样预览就会出现的啊 那这个啊 我们直接调整这个间距 让这个两张A4指已经可以完整打印出来了 同时呢也可以把这个工资表缩小打印是一张A4指完整的打印出来呢 那呃这个设置的话我们就需要啊把这个 所要打印出来的数据全部选中 然后呢呃还是预览 这里呢我们选择打印选定区域啊 因为我们把这个数据已经选完了嘛 呃仅打印当前选定区域啊 那么我们把这个滚动轴往下拉 这里呢有一个无缩放啊 我们可以将工作表调整为一页啊 将工作表调整成一页 那么电脑呢会自动缩放我们的字体大小啊 让它保证在一张A4纸上 呃A4纸大小就需要在这里选了 看你打印机支持这个纸张啊 大小是多少类别了啊 在这里进行切换 呃这是通过缩放啊 让它缩放到一页 还有一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调整它的页边距啊 调整页边距啊 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布局选项卡里啊 这里有页边距让它窄一些啊 让它调窄一些调窄一些 我们再来预览一下 然后ESA回去一下 我们再来看这个虚线 我们找一下啊 哎这个虚线没出现对不对 啊我们来看一下毛病在哪里 我们点击这里的预览 然后呢 把这个工作表调整为一页 改成这个无缩放啊 不然呢 它自动全部缩放到一页里了 所以它不提示啊 我们回去再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虚线已经有了 而且呢 已经变宽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个数据呢 已经进来了啊 我们可以就把可以把它拉快一些了啊 拉快一些了 呃 我们再来预览一下 我们需要把这个改成打印活动表格啊 让它全部显示 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调整页边距 让它到这个一页里边啊 到一页里边 好 大家呢 调整一下本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关于课课题及笔记呢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管家课堂 在公众号里回复 Excel 2016 即可免费获得我们的课课题 以及课程笔记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